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整合一大选过后 该上任的该卸任的 在昨天通通都交接完了 正式各就各位 不过昨天除了大家都心里如意之外 各个地方的正副议长保卫站 相当的精彩 民进党顺利守住了嘉义县 也夺回了台南 还有高雄的议长宝座 甚至在基隆市 也有意外的斩获 背后是怎么样的运筹帷幄呢 我们稍后一起来看 另外就是王宏威还有林一华 现在被酸说是落袍姐妹花 王宏威明明就新在立委补选 却还是参加了 昨天的议员宣誓就职 画面看起来真的很讽刺 而另外一方面 林一华都已经被指定 是台北市的副市长了 却迟迟不上任 硬要拖到二月份 国民党算盘算来算去 说到底是不是都是为了自己呢 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 好我们赶快来介绍 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 我们欢迎到的是资深媒体人 林玉慧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邀请到的是 民进党立法委员苏小慧 孟琪好 大家午安 左手边邀请到的是台联党党主席刘一德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国民党新北新议员 同时也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陈伟杰 孟琪好 各位观众午安 最后欢迎到的是政治评论员 余美美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一起来看 昨天政坛的重头戏 就是县市里面正副议长的选举 在高雄市的部分 民进党这次成功夺回了高雄市议会的议长宝座 达成了光复议会的任务 一起来看 高雄市议员曾俊杰议长选举前退出国民党 以无党籍身份搭党民进党的议长候选人康玉成 成功以名无配拿下过半35票 让民进党重新组长高雄市议会 也让国民党气得跳脚 火速召开考机会 认为曾俊杰违继情节重大且明确 全数通过开除曾俊杰 并报请中场会确认 宣前为了议长人选 两派议员就已经暗潮汹涌 如今挺曾俊杰的曾俊杰跳船变成副议长 也让挺陆淑美这边的议员不是滋味 是一个本来预计就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 我比较遗憾的是说 知道状况但是却没有力量 可以制止这个情形发生的党中央 或是地方党部 所得所不得 不如心安理得 得到的未必是福 没有得到的未必是福 投票当天陆淑美话中有话 国民党虽然议员席次较多 但民进党掌握了32票优势 只要再一票就能过半 外界都看好与五党联盟合作 最后却是国民党议员来相挺 连民进党议员也是到摊牌那一刻才知道 就是我今天即使对党内在不满 我们都不会选择退党这一条路 所以我觉得曾俊杰议员他一定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决心 曾俊杰议员他离开国民党之后 国民党议员们对他的政治霸凌 这种行为就像是恐怖情人一样 国民党长期以来宫廷文化宫廷政治 总是希望皇城里一片和谐 这样的反民主思维 这样的思维再也没有改变的话 我认为国民党只是离民意越来越遥远 外界盛传市长陈其迈是名无配的推手 但陈其迈第一时间反驳没这回事 而绿营精彩逆转夺下高雄市议会 也掀开蓝营的茶壶风暴 只不过蓝营议员放话 这是一场不被祝福的选举 段时间内高雄市议会恐怕难以安宁 昨天正副议长的选举 真的可以说是史上最精彩 好几个县市 里面都有一些峰回路转的剧情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高雄市的部分 先请美美姐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高雄市最后选举出来的正副议长 议长就是民进党的康玉成 副议长是五党籍的曾俊杰 不过曾俊杰 原本是顾民党的啦 他在选前就说要退出国民党 跟民进党来搭档 甚至他后续也说 他觉得国民党这一次 会有这样的结果 就是长期分裂所导致的 美美姐刚才大家已经讲了啦 因为这一次高雄市这一局 对民进党来讲 好像是峰回路转 可是国民党那边是气得跳脚 那这一局到底 这个陈其迈有没有在里面 运筹帷握 大家也想要知道啦 美美姐 我相信一定有啦 事实上其迈我必须要讲 他不只是自己运筹帷握 他现在是代理党主席 那我就也有模有样 因为包括这一次你看 嘉义县还有台南市是全雷达 政府议长都是对不对 那高雄是第二次完全执政 议长也是康玉成 光荣又回归了嘛 那另外基隆 哎呦这个大家没有想到 基隆就可以变天 我觉得他是终身带 大家都一起出来承担 那也知道就说这一仗 你如果说能够至少止住那个碟士 能够至少先鼓舞一下士气 所以这一仗其实也蛮要紧的 那康玉成 说实话本来说真的选前 因为我到高雄服刑过很多次 我们都认为民进党会过半 结果没过半 大家都没过半嘛 那民进党没有过半的话 那跟长期我们也知道就说 国民党虽然在中央层次的选举 可能大概都比较逊色 可是地方它确实是根基稳固的 那更况是一方面他们在每个县市 议员都人比较多 很多地方是如此 那二方面说真的 人数少的投票反正很困难 那个都是要比如说人脉的关系 各种关系下去嘛 那当然曾丽燕她是现任 本来是现任议长 她是有优势的 但是呢 陈其迈呢 我觉得她蛮厉害的 等待什么呢 第一 国民党自己加变了 为什么 曾丽燕想连任 对不起 陆鼠美也想挑战 结果没想到 听说啦 他们党内那个假投票 陆鼠美还赢了呢 好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呢 你内部是不是就开始 有些嫌隙不合了 好 那民进党虽然没有过半 一方面民进党 大家要算一算 他有 比如说黄杰 无党的 对不对 激进的张柏阳 对不对 然后另外好像还有其他无党的 那再加上呢 国民党自己如果内讧的话 也可能有人会来跑票 后来就算一算 我看一篇报道就是说 大概差关键一票 民进党已经哼不浪当 也就有32票 就差这么一票 好 那这一票呢 因为民进党内有两个人要出来 那大家就讲好说 谁拿得到关键一票 就那个人出来选营长 就康玉成拿到了 那齐迈很厉害就是说 这里面我觉得国民党 你们对曾俊杰 讲得非常难听 连胜文连什么什么 汪精卫都说出来 我说得太疼了 你国民党自己先派去判斗 怎么说 请问一下 你们新竹怎么干的 请问一下 新竹 对不对 自己有提名的候选人 还不是议长 是市长候选人 弃之如必喜 不是吗 大家公然造反 甚至于我觉得林庚人好可怜 后来出来开记者会为自己平反 那党内同志建台设向他 请问一下 朱立伦有管吗 没有管吗 没有人保林庚人 反而去保副议长 对 然后也保了 许修瑞副议长 副议长是根本就直接开枪林庚人 把责任推到林庚人身上 有事吗 没事吗 你国民党知道提名吗 那我请问你 这样子党 不甘情网 没理念网 那如果新竹可以这样 为什么高雄不可以 你凭什么骂 那个曾俊杰是 对 是汪精卫 那我请问一下 那新竹不是一堆汪精卫 这样要怎么骂 你怎么骂 对不对 那你自己自己心做派嘛 党员为什么要对你忠诚呢 你自己提名同志 自己公然背弃 主席也不出来主持的公道嘛 那这一局里头 我觉得是伤了 有伤到朱立伦 为什么 因为有些县市 真的他就是掉了 对不对 那开始我就看到 统派媒体开始说 朱立伦声望重挫 白烂 开始了 好 所以你看得到就是说 国民党本身 他是一个 过去他就是一个 比较利益结合性的政党 以利益义中 那现在一方面 民进党本来在高雄 这个盘就比国民党略大一点 那市长又是陈其迈 那再加上国民党内部有加变 好了 看到你们有加变 那有加变里头 当然可能就有人会不满 要走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说 基于各方面的考量 那曾俊杰 那据我们了解 就是说 他的父亲 跟他两代 跟齐迈家里头 齐迈市长 两代都还蛮友好的 所以到最后 他就带枪投靠 那国民党现在火速开挡计 这个时候人家又会问 那大小孩差这么多 身边都没事情 高雄都有事情 对吧 也就是说 当你前面立下一个很不好的范例 你后面 你大家就看你这洞扑扑嘛 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所以今天会这个样子 当然我觉得在这里面 民进党的盘不错 那大家也团结了 民进党游戏规则是讲 谁拿到关键票 就那个人选议长 大家就是遵守游戏规则来 对不对 国民党内部有加变 所以加上齐迈的运筹帷幄 所以就是光荣 开闺 那我们一次祝福 那也希望就是说 高雄在这种辅惠 大家能够七首童心 然后准备会更进步 所以国民党的党记 是不是都是看心情出力的 这个玉慧姐这边怎么来看 刚才美美姐有讲到 连胜文骂这个曾俊杰 骂得很凶 说他什么卖有求荣 高雄的汪精卫 那曾俊杰他是在选前 就是议长 政府议长选举的时候 他就先退党了 不过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 也要退党的在花莲 花莲的议长 最后是由张俊 他这是顺利连任 那张俊他其实连任之后 他说他不满朱立伦 在党内追杀 甚至也有讲到霸凌 这样的字眼 所以他选上议长之后 就说要即刻退党 所以预会姐你怎么看 这个政府议长选完 有的是选前退 有的是选后退 这样退了了 这对朱立伦来讲 很没面子 我觉得在昨天的 各地的这个议会的 政府议长的选举 当中有三个重大的意义 那这个我一一来跟大家来做分析 那这个是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自由时报告诉我们说 国民党口中讲着说 反正涉黑的这些的政府议长 国民党都不提名 他们也要排黑 原来是把黑道全部都排进去 这是国民党的逻辑 排黑就是排进去 排进去 所以你看到新竹市的党部主委 许修睿 他被曝曾经担任四海帮的干部 然后恐吓厂商被判刑 他是国民党的 然后台北市的这个议会的 副议长叶林传 然后他的家族就是他的爸爸 是牛浦帮有所牵连 他也是国民党的 那我先讲一下这叶林传的部分 叶林传呢 他手上所拿的这个票 其中有一票非常重要 这一票呢就是二翠 二翠是谁呢 就是王洪威 二翠前一阵子口口声声指着 这个吴一农说 吴一农是黑道 很抱歉 你们这个叶林传才是黑道 叶林传至少他的家人 真正是挂黑道排的 那你自己 你议员 你还去宣誓就职 你还把你这一票 投给叶林传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双标 这边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再往下看 你看到南投的潘一泉 还有南投的这个何胜峰 以及云林的沈宗容 这是在今天 国民党你说好的排黑呢 原来暴力的恐吓的 涉黑的 这都是国民党继续要来当选的 那我们仔细看 在这一次的这个 所有的县市议会 我把这一次绿营 拿到县市议会议长的 我用绿色的框框圈出来 这个其实在台南的这个部分 台南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台南其实是民进党 是大获全胜 那但是民进党因为有分裂 之前有一些分裂的纷纷扰扰 所以如果民进党在这边 没有成功的裂解敌人 反而是被敌人裂解的话 那如果台南再丢失的话 这个对于民进党来讲 就是雪上加霜 可是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在议员的选举当中 28席对国民党的15席 然后五党籍的有10席 这一个台南的议会的议长 跟副议长成功的拿下来 我觉得这一席是固守 这席是很漂亮 那至于在高雄的部分 高雄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是27席 国民党29席 有5席的这五党籍 那民进党策动了 国民党的曾俊杰 后来退党了以后 投给把他的票投给康玉成 这席很漂亮的能够过败 让高雄能够拿下正副议长 这个是陈其迈市长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功劳 这也是所有高雄市议会 我们刚刚听到了 这是成功的去裂解敌人 所以我要讲到 第一个这个议会 它的重要的意义 就成功的去裂解敌人 而不是被敌人给裂解 这个是在这一次的 政府议长的这个选举当中 所展现的 那我觉得最妙的是基隆 我基隆最后讲好了 嘉义的部分 民进党是有18席 然后国民党8席 可是有11席的五党籍 那嘉义线这席 其实也是拿着相当的漂亮 这个也是恭喜民进党在嘉义线 我刚刚讲的是基隆市 基隆市同职委 但是民进党只有12席 然后你对上国民党的13席 还有4席左右的五党籍 他是怎么做到的 给各位看 这一位他叫做张立 张芳丽 他已经连8届的议员 他说他是他这一次 最后一届的议员 他以后他这届选完以后 他以后也不要再进选 他觉得他可以退休 功成升退了 但是他讲说他为什么这一次 他是国民党籍 但他为什么会去支持 民进党的同职位 他说这个就是我还人恩情 我感恩 我报恩 因为童子伟的阿公叫做童勇 那过去曾经帮过他的家族 不管说是在财务上也好 或者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给他们家族非常大的帮忙 但是过去张芳丽 并没有对童子伟有任何的一个帮忙 因为两个人党毕竟不一样 但是他现在觉得 他的人生已经要功成升退的时候 他一定要去帮童子伟 所以这是这一次 在这么密切的一个 这么紧密的一个 基隆的一个政府议长的征战当中 民进党可以选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林佑昌在这个背后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劳 我们刚才提到了说 这个第二个我觉得 小英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我们虽然看到一一二六的选举 感觉上民进党好像是大败 但是我们曾经 其实我们在评论的时候就说 其实民进党并没有败得很难看 原因就是在我给各位看 这个是中选会的图 那个我过去也曾经给大家看过 就是在这个这次的选举当中 18年跟22年 你会看到民进党的在全国各地的议员席次 从18年的238席上升到277席 而国民党是从394席下降到367席 所以总体而言地方的议会 民进党是有所斩获的 所以才会有刚才我们看到 不管是基隆也好 高雄也好 台南也好的成绩 所以小英在这一次 就是选举当中 虽然说县市长的席次是输了 但小英跟苏贞昌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执政 还是在议员的部分得到很大的肯定 但有趣的是一个在花莲的地方 花莲的这个所谓张俊 那张俊他的退党 我用民事的一条新闻 他自己讲的 这个民事我把它截图成这样子 他自己说 他说朱立伦在担任 这个党主席的期间 他放任傅昌奇 在霸凌所有花莲的这同志 所以他霸凌他两年多 所以他现在一定要退党 而且他退党 他要找傅昌奇的麻烦 也要找朱立伦的麻烦 这是他之所以 他会把票投给民进党的原因 他之所以要退党的一个原因 这个是花莲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讲最后一点 就刚刚第一点是 你要去劣解敌人 而不是要被敌人劣解 第二个是小英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固然县市长输了 但是议员跟议长跟副议长的部分 大有斩获 未来在监督市政的这部分 或者是县政的部分 我觉得还有好戏可看 第三点我觉得最重要 国民党那个都玩假的啦 他一下跳进去一下跳出来 就跟我们在看电影一样 国民党是视所有的规则与无误 他今天高兴 他要选举的时候 有国民党的资源的时候 我就挂国民党 如果国民党的资源不太优的时候 我就不挂国民党 等到国民党有同舟计划 2.0或3.0的时候 我再加入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你们的规则 有跟没有一样 所以朱立伦也好 或者是侯友宜也好 未来想要竞逐2024总统大位的 大概也会用同样的一个标准跟逻辑 继续玩下去 那像这样子没有规则的一个党 你觉得怎么可以信任 好 这个议会的龙头之争 有什么算该这么竞争 这个朱宣一德主席 也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刚才有讲到花莲的部分 花莲县议长张俊 就是用无党籍的这个方式 顺利连任了嘛 那他马上选上之后 就立刻呛杀朱立伦还有傅昆琪 所以很多人说这对朱立伦来讲 也是一种威信重挫 国民党2024的警讯 我想请教主席的是 到底这个议长副议长在地方政治上有多重要 为什么大家都要抢呢 主席 这个题目 我想应该先说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听到什么 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在称这些 议长有那么重要吗 议员都算完 怎么 报纸上用很大篇幅 你讲这个 其实我们要大概了解他的基本权责 其实议长 议长他的权就是行政权的否决权 大家不知道听不懂 他可以透过那个理会议事规则 什么案 给你摆头前 什么案摆后边 什么案给你配格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否决权 很大的 另外 他其实每一个议长副议长 其实都是地方的人脉的 他要投资员 你要把那个市政府管政府投资员 透过他最快 因为他可以卡那个县市政府 所以他很容易要到职员 所以通常议长就是当地的那个地方派系的很重要的分配者 因为这样所以sopping重要啦 但是我觉得你强调说这次好 民政党大栓死去 这次好像有赢回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判断可能错误 因为议会议长这个宣战 他其实是一种社会利 黑白道啦 什么行政资源啦 是那种东西他跟民意不大有关系 跟民意比较有关系 跟民意比较有关系 是板块啦 我来这边讲过好几次 其实是蓝绿板块 怎么样去把那个白色板块 白色板块里面主要是年轻人 要怎么把这块板块扭来 没有那个后年车 总统选去到立委会输喔 如果今年输得这么惨 照板块目前移动的方式是民进党要输 因为板块少年人通常是对现任的执政者不满的 那个跟那个一年后的选举比较 关系比较大 你说议长这有啦 不可以说第一点数据就很好了嘛 其实那个议会议长跟那个地方的里长 专业是民进党从专业的 你去看喔 那个这是选串的名单 林里长那个里长村长那个民进党的比例很低 大部分也是国民党 国民党跟武党比较多 所以你说这个会影响 会不会影响那个一年后的选举 我觉得影响不大 就是说他这样喔 有这个让民进党至少有点士气啦 是是 有一种止迭回升的感觉啦 对啦 气势不再那么低迷 那另外我要讲一下 补充一点就是 这我觉得连胜文不知道你明白的 他说这个曾俊杰是高雄的汪精卫 这个太奇怪了 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汪精卫是什么东西 汪精卫喔 他本来是孙中山的传人啦 那个日本人打进中国的时候 他就跟 一开始跟着蒋介石跑到重庆去了 到后来他想说 他本来是传人啊 怎么变成蒋介石的手下很不爽 他就逃到那个越南河内 后来要逃到香港 后来最后逃到那个上海 做到另外一个中华民国 亲日的中华民国的领导人 这个看起来比较像 比较像连世父子 说真的啦 这个什么 把那个曾俊杰弄成忘记 这扯太远了 主持人说 其实不管是这个议长的选举啦 还有包括这一次折合一大选 也有一些里长的选举 其实比的是政党的这个抓地力 在地方上面的影响力 那这一次呢 尽管国民党在全国的各县市的 这个议长的部分 是拿下16席 那民进党也顺利守住了嘉义县 夺回了台南还有高雄 以及刚才 跌破搭的眼镜 在基隆市的部分 有意外的斩获 好 那这个意外的斩获 很多人说啦 林又昌真的是功不可没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请教教教会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